《創世記》 第二十五章 阿伯拉罕又取了一妻 名叫基土拉 基土拉給他生了森蘭 若山 米彈 米甸 伊斯巴和舒雅 若山生了士巴和底彈 底彈的子孫是阿蘇利族 利都士族和利污米族 米甸的兒子是以法 以弗 哈諾 阿彼大和以勒大 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孫 阿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 都給了以殺 阿伯拉罕把財物 分給他輸出的種子 趁著自己還在世的時候 打法他們離開他的兒子以殺 往東方去 阿伯拉罕一生的年日 是一百七十五歲 阿伯拉罕瘦高連埋 氣絕而死 歸到他列祖那裡 他兩個兒子以殺 以殺馬利 把他埋葬在麥比拉洞裡 這動在萬利前 黑人所核的兒子以弗倫的田中 就是阿伯拉罕向黑人買的那塊田 阿伯拉罕和他妻子薩拉都葬在那裡 阿伯拉罕死了以後 神賜福給他的兒子以殺 以殺靠近 悲以拉海來居住 撒拉的屎裡 埃及人下甲 給阿伯拉罕所生的兒子 是以殺馬利 以殺馬利兒子們的名字 按著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 以殺馬利兒子 是尼拜約 又有基達 阿德別 米比三 米絲馬 道馬 馬薩 哈大 提馬 伊特 拿飛斯 基底馬 這是以殺馬利 種子的名字 照著他們的村莊 刑寨 作了十二族的族長 以殺馬利享受一百三十七歲 氣絕而死 歸到他滅祖那裡 他子孫的住處 在他仲弟兄東邊 從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書宜 正在阿術的道上 阿伯拉罕的兒子 以殺的後代 記在下面 阿伯拉罕生以殺 以殺娶利伯家為妻的時候 正四十歲 李伯家是巴達 阿蘭地的阿蘭人 比土拉的女兒 是阿蘭人 拉斑的妹子 以殺因他妻子不生辱 就為他祈求耶和華 耶和華應找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李伯家就懷了人 孩子們在他福中 彼此相憎 他就說 若是這樣 我為什麽活著呢 他就去求問耶和華 耶和華對他說 兩國在你福內 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 這族必強於那族 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生產的日子倒了 腹中果然是相子 先產的身體發紅 混身有毛 如塗皮衣 他們就給他起名 叫以掃 就是有毛的意思 隨後又生了以掃 的兄弟 手抓住以掃的腳跟 因此給他起名 叫雅各 就是抓住的意思 李伯家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 以掃年正六十歲 兩個孩子漸漸長大 以掃善於打獵 常在田野 雅各為人安靜 常住在帳篷裏 以掃愛以掃 因為常吃他的野味 利伯家強愛雅各 有一天 雅各熬湯 以掃從田野回來淚分了 以掃對雅各說 我淚分了 求你把這紅湯給我喝 因此 以掃又叫以東 就是紅的意思 雅各說 你今天把長子的名份賣給我吧 以掃說 我將要死 這長子的名份於我有什麼益處呢 雅各說 你今天對我起世吧 以掃 就對他起了世 把長子的名份賣給雅各 於是 雅各把餅和紅豆湯給了以掃 以掃吃了喝了 並變起來走了 這就是以掃輕漢了他長子的名份 在下雨最後也要安放回了以掃 啃午飯 等下雨就在了一下 十幾天 惊憑 都有關注的 manufacturer 天堂